我觉得今天是很奇妙的一天 因为我们是有一种网友见面的感觉 今天四季姐到的时候 我刚刚好我在门口 然后看到有一种又熟悉 但是又有一种距离感 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当中 四季姐是我们很喜爱很喜爱的自身的艺术家 那所以就是今天看到的感觉是很 有种怎么讲 就是很mixed 就是很混合很多兴奋的感觉的那样的 一个好像去见一个网友这样 就是大家还要记着 我今天穿蓝色的衣服 你还带个绿色的镯子这样 所以很高兴能够跟四季姐见面 我就很紧张 我很紧张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小男孩 而且我觉得 我特别想 我特别想见到他 我想看他的大眼睛 有一次在马路上我在打卡 因为有他很大的一个海报 我要去拍个照 我就站在那等 因为那个是一个活动的 有的时候不是你 我就只好等等 那后来我就说 我太喜欢他的眼睛了 他眼睛太好看了 隔壁的小女孩就 哎呀 你还心可以接啊 所以这个事后来好像在那个 IG上 我看见他写下来 他说他喜欢他的大眼睛 对 谢谢 真的很喜欢他的眼睛 而且我也很欣赏这个 他唱歌方面 真是做得很不错 谢谢 而且这么多年 他一个人在香港 我觉得他很不如你 一直是一个正派的男孩子 谢谢思琪姐 其实我还真的要给自己一个脸上添一个光 因为思琪姐刚刚开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 我就follow她了 我觉得哇怎么会 就是是不是思琪姐的家里人呢 或者一些身边的人教了她怎么样去开这个 然后并且她一开始post的照片 都是她在工作的场合的一些很随意 但是很酷的穿搭 就我觉得她很有taste 就是并且很在这个潮流的尖端 你夸了我太好了 真的真的 我给他们看也是这样 我说你看她穿衣服 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任何新的时装 她都可以carry的到 太感谢了 那因为每一次看到 兴仔早上吃的早餐 她好像有一点不太不太满意 但是我今天是难得见到她了 因为她每次说我做的菜她喜欢 她会给我一个like 然后比如说吃日本菜 她觉得也很兴奋 她也给我like 那我想我可以给她什么呢 我头一次见到她 我就做了一个熏鸡 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热 你说你做其他的可能会来到就不新鲜不好吃了 所以那个鸡还可以放 正好赶上她lunch的时候可以吃 今天然后还不单止是我一个人呢 我跟我的团队都享用了这些茶区机 并且还有剩下有一点 我今天晚上拿回去夜宵 我也是无意当中去分享我的生活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这个节节的早餐已经变成了 好像大家的一个娱乐一样 反正你也不想吃太多 其实我很喜欢吃东西的 我看你就我很想住在你家旁边 因为经常做你的邻居就可以有好吃的 我不要紧了 你喜欢吃什么你说 好 我一定会给你做 我们下次一起做 思琪姐其实我有听你唱过歌啊 我有在YouTube有看过你唱歌啊 我不想说话 有没有机会跟你可以合唱一曲 我其实在这方面 比较紧张 我去过登台 每一次我都是心情太紧张 所以我就说 我还是演戏就算了 我觉得其实今天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 我觉得观众对思琪姐都会有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误解 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思琪姐的另外一面 我之前很想很想 就是将来有一首很大的歌 然后能够有一个那种巨力万钧的角色 给思琪姐帮我去演 我一定演 我一定演 只要你叫我我就演 但是我今天认识 就是真的面对面交流了以后 我觉得思琪姐完全颠覆了我可以想象的空间 因为她生活当中 私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然后非常多样 非常多面性的一位艺术家 所以我很希望 可能不一定是那种慢歌 可能也是rock and roll啊 R&B啊 就是不同的style的 都会适合思琪姐去帮我去演我的女主角 我的天哪 但是我愿意 谢谢 好 因为我们下车的 对面对面 但是我嘛 最后烦的